索尼的全新电竞系列产品 Inzoom M9显示器 以及Inzoom H9耳机发布了 今天就给你们看看表现怎么样 首先是这台Inzoom M9显示器 采用了三角状可调节式支架设计 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并且还节省桌面空间 整体外观和PS5处机同步 还采用了一块27英寸 全阵列式背光 144Hz刷新率4K分辨率的旗舰面板 配合1毫秒GTG响应 快速移动镜头干净利落 实测拥有128%的sRGB色域容积 画面色彩也要比传统的IPS显示器 细节到位非常多 另外与之搭配的还有三款电竞耳机 分别是Inzoom H3 H7 H9耳机 这次我们直接拿到了旗舰款H9 首先H9最大的特点 就是360游戏空间音效 以及主动降噪功能 音质上延续了经典锁味 作为游戏耳机 音乐耳机均可 采用2.4G无线接收器 还支持同时连接蓝牙 配合360游戏空间音效 玩游戏可以帮助轻身便位 佩戴舒适性优异 头梁不牙 耳罩不懵 但遗憾是没有索尼的LDAC协议 好在接触器表现不错 实际使用没有可感延迟 并且可在Inzoom HUB软件内调节均衡器 同时还能开启360游戏空间音效 手动降噪 可以调节显示器参数 总的来看索尼这次与电竞的碰撞非常到位 M9显示效果很低 画面细节到位 H9作为游戏耳机 360游戏空间音效和主动降噪功能都非常加分